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靠CPU起家,在PC的市占率始终是一哥,但爬得越高,跌得就越深。 英特尔过去在PC太成功,以至于后来对于生成是AI的崛起反应太慢,再一次错过机遇点。 昔日的小弟,AMD的8月市值反超老大哥英特尔,达2173亿美元,为2.57倍。 华尔街有声音认为,如果英特尔继续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被投资人遗忘。 在AI加速器领域,汇达有Hopper与Blackwell架构AI加速器,AMD有MI300系列AI加速器, 英特尔只有一款高低三,相当于辉达H100或H200等级的产品。 而且,今年第四季才推出,预期营收仅5亿美元,连AMD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市场预估,今年MI300系列,AI加速器的市场规模约45亿美元。 New Street Research估计,到年底,AMD的X86伺服器处理器业务的市占率将达到40%,而四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5%。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为什么英特尔会沦落到快被投资人遗忘的地步。 2023年9月,英特尔首次提出了AIPC概念。 然而,英特尔的AIPC晶片Luner Lake延迟到今年9月份才正式推出。 由于不够及时的回应市场,微软舍弃了与英特尔合作,在最新的笔记型电脑, 包括Surface Laptop和Surface Pro中放弃了英特尔晶片, 并与高通独家合作推出了Copilot Plus PC计划。 技术背景出身的执行长基辛格为了定义与推动AIPC, 决定加快生产Ultra AIPCCPU造成第二季利润上的压力。 尽管有助于AIPC的市占率将从现在的10%不到, 成长到2026年的超过50%, 但投资市场却没有耐心等待英特尔的转型。 今年英特尔股价下跌了61.18%。 基辛格认为,短期的牺牲换来未来几年的成长是值得的。 加上2025年将推出的英特尔18A先进制程技术, 都会帮助英特尔重新获得制程技术领先地位, 提高盈利能力,并创造股东价值。 英特尔日前公布2024年第二季财报, 营收年增率下降1%, 毛利率年增率下降1.1%, 每股EPS年增率下降85%, 对比AMD第二季营收年增率9%, 净利润年增率881%, 每股EPS年增率700%, 简直天地之别。 再看英特尔的晶圆代工, 营收年增率4%, 台积电则是40%, 英特尔第二季数据中心营收年增率衰退3%, 反观台积电高效能运算营收年增率28%, 进入到传统旺季, 英特尔给的展望令人失望。 第三季营收预期125至135亿美元, 低于华尔街预期的143.8亿美元, 毛利率预期为38%, 低于预期的45.5%, 公司预计每股EPS亏损0.03美元, 低于预期的0.3美元。 英特尔表示, 他们的成本太高, 利润太低。 为了支援IDM2.0转型所需投资, 而优先考虑现金流动的重要性, 计划2025年削减成本100亿美元, 其中包括裁员约1.5万人, 占员工总数的15%。 随着现金流持续改善至更高水准, 从今年第四季开始暂停分发股息。 削减支出后, 2024年的总资本支出将比之前的预测减少20%以上。 英特尔的目标是, 2025年总资本支出在200至230亿美元, 净资本支出在120至140亿美元。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Fab21晶片制造和销售延迟表示担忧, 尽管该项目四年前就已宣布。 延迟的部分原因是台积电的美国制造工厂 无法复制成功的台湾做法。 纽约时报的评估部分准确, 但它没有承认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的超级工厂的存在。 该报告仅将台积电在台湾和美国的工厂作为可比对照组。 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的Fab52和Fab62工厂也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这两座新的尖端晶片工厂一直是Semi-Wiki论台上经常讨论的主题, 许多人对它们的进展缓满表示担忧。 英特尔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超级晶圆厂综合体, 包括Fab22、Fab32和Fab42, 在基辛格于2021年被任命为英特尔执行长后, 获得了开发两座先进晶圆厂Fab52和Fab62的融资。 尽管该项目已经进行了三年多, 但这两座新工厂尚未生产出任何晶圆。 第一台设备的里程碑也尚未确定。 相比之下,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Fab21于2022年12月 达到了其第一个设备投入里程碑, 目前正在安装设备并进行其他生产准备。 台积电发布的预测案是, 该晶圆厂将于2025年上半年开始大规模生产4nm技术。 英特尔尚未就其西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的量产日期发表声明, 也没有提供明确的完工时间表。 据英特尔官网介绍, Fab52和Fab62建设已三年有余,但尚未封顶。 如果台积电亚利桑那新厂因为对当地情况了解有限, 无法复制台湾的成功做法, 那么被称为当地毒蛇的英特尔, 为何迟迟不肯在亚利桑那建设Fab52和Fab62? 虽然人们很容易将美国先进制程处理器产量有限, 归咎于台积电亚利桑那新厂的延迟, 但必须承认, 英特尔在美国也缺乏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晶圆厂产能。 英特尔有能力完成英特尔18A处理器的设计和测试制造是一回事, 但英特尔在美国缺乏一座先进的晶圆厂, 而这是规模经济规范所定义的, 从研发市产到客户量产。 英特尔3和英特尔4处理器的唯一批量生产能力位于爱尔兰的Fab34。 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和爱尔兰的尖端晶片工厂, 面临着寻找客户和应对财务限制和损失的双重问题。 这与台积电形成了鲜明对比, 台积电已经为其在美国的新先进工厂获得了全部订单承诺。 从2024年8月初开始的大规模裁员可以看出, 英特尔不断升级的财务困难显而易见。 据相关报道, 英特尔宣布大幅裁员导致其爱尔兰工厂的员工陷入恐慌。 这是否也意味着英特尔Fab34的客户群并不庞大, 因为即使是英特尔唯一的先进工厂, 也无法避免大幅裁员。 如果爱尔兰的Fab34无法吸引足够的客户来满足其产能, 那么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的尖端工厂, 被宣传为美国尖端半导体制造基地是否仍遥不可及。 总体来看,除了在晶圆代工不断亏损, 进展甚微, 英特尔在2022年11月到2023年3月, 面对CheckDPT 3.5问世后的AI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并未反映过来, 经营策略的误判与调整过慢, 导致从产业领导者沦落到现在追赶者的竞争位置。 事实上, 英特尔原本有机会在AI时代取得领先优势, 但却错失了良机。 据路透社报道, 英特尔曾在2017年和2018年有机会以10亿美元收购OpenAI公司15%的股份, 但最终决定放弃这笔交易。 当时OpenAI对英特尔的投资很感兴趣, 因为这可以减少对汇达的依赖, 并允许OpenAI建立自己的AI基础建设。 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半导体战争, 英特尔还有翻盘的机会吗?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